Hi Hello Sherry 你好 Hi 李大哥 你好 Hey Sherry 我們來聊你的這個食品加工業的這個傳承 好 你先把個人這個家庭背景介紹一下 父親是一百所起家的老闆嘛 是 那小時候就是在工業區長大的孩子 所以小時候的印象就是在那樣工業區的環境長大 那家裡還有一個弟弟 一個妹妹 對 她妹妹比較小 妹妹小我10歲 是 對 比較晚出生 對 那爸媽都疼我們孩子這樣子 好 那你父親這個早年就一直在創業喔 那他對你的課業有沒有要求 還是你都自己念的 課業會要求 但是我覺得我好像還蠻乖的 我回到家我都是自己自動自發寫功課 這部分好像不需要爸媽擔心 是 對 那有時候他們真的很忙 因為工作真的很忙 所以就是直接下課就去安清班 安清班老師就會幫我們功課顧好啊 然後寫考卷啊 寫作業這樣子 是 基本上就是好像這部分還不需要他爸媽擔心這樣 啊你從小怎麼看你這個家庭創業啊 就是你們的加工 因為我自己小時候就是這樣環境長大 然後剛好那附近工業區 因為我同學嘛 國小的同學也都大部分也住在那附近 所以很多都是家裡自己開公司開工廠的 好像就覺得就沒有特別覺得怎麼樣 就好像很習慣大家都是開公司這樣 那你那時候從小就會想說有一天你要接班嘛 就是要學這也是人就叫黑手啊 就是修機器啊 我完全沒有想過那個時候 對 那時候沒有興趣 好 那你大學念的科系呢 大學我是念那個氣管 商學院 就是本來想從商就對了 對對對 好 那大學畢業後你到英國念了一個碩士 對 是自己想去啊 自己想去 然後爸爸也會鼓勵我去這樣子 他就講一下在英國的求學生活 兩年嗎 英國大概大概一年多 嗯 那要準時念得完啊 對對對 要拿到碩士啊 因為同學都很認真嘛 那當然就是該繳報告啊 該寫的功課 該做的論文 就時間就是都規劃好嘛 所以其實 嗯 該認真讀書就是念書 該完就完這樣子 嗯嗯 對 所以就一年多就準時拿到碩士就對 這樣就等於沒有耽誤了 對對對 嗯 那在英國那段時間的生活呢 蠻開心的啊 因為就是可以 你有沒有跑那個超商那個美洲折價 學生很窮啊 哦 買那個折價品 欸 倒沒有去研究這個耶 但是因為學生嘛 所以我們都會就特別找那種便宜的商品 比如說買一送一 而且都是自己組啦 反正大家都會互相通報嘛 互相對 分享 然後大家一起搭伙食 一起組 然後那時候就是很多的台灣的留學生也會在那邊 嗯 所以大家會互相照顧這樣子 就是有台灣的留學生的組織 對對對 學生會這樣子 所以你這樣一年都很愉快啊 我覺得還蠻開心的啊 而且就是第一次算是離家那麼遠 然後爸媽 爸媽以前管比較嚴嘛 有門禁啊這樣 然後那時候可以離家遠一點 就覺得蠻開心很自由這樣 嗯 東伊格蘭它是在英國算哪一個部 算東部 倫敦上面一點 哦 那也還好 還好 還不太北 對 但是還是很冷吧 嗯 冬天也是蠻冷的 又濕又冷 還是要吹暖氣 可是你為什麼選的念這個很奇怪的 供應鏈管理 學系 本來是要念行銷 但我發現好像念行銷的人很多 嗯 然後我就 記得大學有念一門那個 供應鏈管理的課程 然後我就覺得 欸那個蠻有趣的 而且感覺跟工廠的運作很直接 知覺 然後我就想說 那家裡就是這樣子的環境長大 然後我就想說也許 也可以學以致用 所以就轉科系這樣子 所以它是不是有點白話解釋 就是像生產線的流程 對對對 可以這樣解讀 對 白話是想講 那也是是物料管理 嗯 都有 對 產線所有環節這樣子 所以你那時候念這個科系 都沒有想到跟家裡這個工廠 是有關係的 那個時候沒有這樣想過那麼多 只是想說就是學管理 然後學自己喜歡的這樣子 嗯 好 那回來也是先在一般職場對不對 對 科技業 對 先踏入 就是想要先在外面床一床這樣子 嗯 對 那幾歲回來接班 因為其實以前過去都是小時候在 呃 暑假 寒暑假的時候需要幫忙 會過去公司幫忙嘛 所以 都對公司有一定的運作概念 那真正的回來大概是在前年底 嗯 對 前年的時候 那你才這兩年喔 對 其實這一兩年的時間 是回到自己的選擇嗎 還是因為職場有什麼變化 讓你覺得乾脆回家 我自己業務啊行銷拓外這樣 等於是你跑外面 他管常理這樣子 對對對 嗯 那講一下當你回來一開始看到什麼樣的狀況 嗯 其實那時候就是看到很多的 那個爸爸過去 當然他那時候的做事方式 嗯 應該說我們現在的時代應該是要轉型 然後我現在就是想說可以讓公司工廠 逐漸的轉型數位化部分 還有就是產線上你可能要漸進式的打入自動化 因為現在的人也不好找 然後人工也費用也高 而且粉圓市場現在做的人也很多 變成說你有時候很難免對突逼的客戶來講 他們還是會用價格來比較 過去爸爸那年代可能很好做很好推 可是現在落到我們這年代 其實老實講有點有時候有點吃力 嗯 對那變成說我們就要在價格上的話就變成 我們還是堅持要用好的選料 對我們不會因為說價格 我們就變成我們偷工減料 因為還是要Follow就是創辦人的初衷 我們就是要品質美味安全 嗯 所以呢我們就是我就想說那應該就是在製程上面 怎麼樣去讓我們的成本可以降低 對 可是如果有一定規模的這個手搖引品牌 他們應該會自己有中央工廠 他們會自己生產對不對 他們不一定會跟你講過吧 欸沒欸不見得喔 其實很多的手搖引 他們都有些都上百上千家 那個是很知名很大家的的確可能他有自己配合的 真的是他自己配合的工廠這樣子 大部分據我了解那種100個連鎖店以內的 還是都是找外面的 嗯合作廠商 對合作廠商 對 嗯 所以這個做粉園他已經他是一個很基本的門檻的 對 就是只要買幾台機器就能做吧 基本上是網路上都有在教怎麼做了 其實基本上就是在擦別你的物料的搭配 嗯 那個口感上 好那講一下你父親後來是怎麼樣從一顆粉圓變成包心粉圓 嗯 然後到你這邊應該有 你又有新的想法吧 你應該有做一些改良吧 嗯 父親那個時候嘛 就是其實已經做出很多口味 嗯 有那個紅豆 然後芝麻 巧克力 綠豆 花生 當時的口味真的蠻多種還有酸梅 還有酸梅 以前我記得學生時期 嗯 我們同學跟老師最愛吃就是酸梅口味 最喜歡去你家 哈哈 對 因為那時候家裡剛好也有開門市嘛 所以就是其實大家都很喜歡來跟我們這邊光顧這樣 嗯 那現在的話就變成說 嗯 現在的消費者 那個口味變化很快 大家那個嘴越來越刁了 對 所以其實已經不是過去你包什麼他們就吃 吃當然他們覺得好吃 可是如果我們一直都沒有在換的話 其實吃酒大家都會膩的 對 現在的人都很講求新鮮感 對很快速的那個消費的這個觀念 所以就是變成說 嗯 我要一直趕快去想新的口味 甚至是我要去看就是現在在流行什麼 變成有時候可能不是因為只有單純純好吃 有些人是為了 因為現在很多的年輕人都是手機先拍 對 那他就是那個 還有視覺感 對視覺感 要有視覺的效果要美 要好看 所以變成顏色啊 這個部分也是很多顧客會跟我反映說 你們可以做出一個什麼夏天繽紛一點的顏色 然後可以剛好搭配我的水果茶 諸如此類這樣 對 那最近我們就是有在開始研發 我也要包芒果包草莓那種水果口味的 嗯 因為這個水果果其實還蠻大眾的 對大眾會喜歡的味道 欸 所以這個新鮮水果它是不是就有這個保鮮的問題啊 所以它難度比較高吧 嗯 我們可能會找果乾 對 因為像您提到的就是有在保存期限問題 所以我們就會去找那個果乾的部分 那可能我就會變成台灣的果乾市場量比較有限 所以我可能會從國外去找 對 Out-sourcing這樣子 嗯 量要夠大就對了 對對對那國外的品質可能有時候都做的也還不錯 也可以配合我們做客製這樣 嗯 而且台灣有產期的問題啊 所以有時候這個產期在的時候價錢很低 然後產期過的時候就變很貴 對甚至或是說找不到料 就不好合作 沒錯沒錯 嗯 嗯 所以現在這個除了這個好吃還要好看對不對 對好吃也要好看 嗯 就很重視覺感 對 可是太過同是不是又有些人又覺得又怕吃加了太多色素啊 所以是不是廠商很兩難啊 嗯 因為我們都會講求我們是盡量不添加啦 就是我們自己要敢吃才敢賣給客戶吃嘛 因為我們每天都要試 嗯 基本上我每次跑客戶我一定會跟著客人一起試 嗯 對對對 那所以就是 嗯 我們基本上我們的那個珍珠的顏色啊 如果是色素部分啊 我們都會找天然的枝子花的色素 嗯 枝子花果實做的色素 對 那是天然的 對 那那個部分就沒有太大負擔 是 嗯 所以有些是用色粉 對不對 嗯 是用色素 如果是其他廠商我不確定 使用色素價錢就便宜一點 使用色素便宜對 但我們是用天然的那種會比較高一些 價格高一點 所以顏色相對就沒有那麼濃嘛 就要自己調 但是他可能就是顏色放久的話 可能也會退掉 因為那是他自然的一個現象 所以到你接班 你是不是就更注重所謂的品牌開發跟設計啊 以前就是你們就是一個大供應商 嗯 對 應該在包裝上就不會那麼講究 對以前過去可能就是做圖B嘛 那客人如果有自己他包裝的話 可能他就是給我們他要的包裝或貼紙 我們幫他貼上去 那現在的話是更講求就是整個設計感 所以就是變成 呃客人可能要買 當然就是說你要賣出一個好價格 你可能也要透過包裝的方式 去提升他的質感這樣子 嗯 對啊 所以不是只有內容物而已 他外觀也很重要 對 內外檢舉 嗯 我看到很多這個食品原料商 他們以前都挨家挨戶去推銷 對 那你也幹這種事嘛 就是要進去泡沫紅茶店啦 或者是進去一些手搖影店啦 來我的試用包這樣子 呃我的方式的話 我可能就是會有時候 因為我自己還蠻喜歡吃美食 那有時候就會跟朋友去約吃一些餐廳嘛 或網美餐廳 那我可能就會在吃的過程 先了解看他們的菜單 嗯 然後看有什麼東西 欸是我的東西可以跟他們搭配 自我 對可以自入進去 然後我可能就會跟他們店長聊啊這樣 然後有興趣的話我就會寄幾樣品給他們試試看這樣子 哦 對 用這種方式 所以你是親自去探射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要親自去了解他們店裡面有什麼東西是我可以跟你們搭配 然後我用看我就是會去想說 欸你的東西如果加我東西可以就是增加什麼樣的話題 然後你的猜測可能會有什麼樣的變化性 就是要找一些直接給他們一個答案 因為現在的老闆或是研發者太忙了 如果你只是丟一個東西給他 其實他真的可能沒有那個概念或是他就覺得好不需要 我現在東西賣得很好 我為什麼要加一個東西 可能你一條龍都要幫他想好 有需要的話對有必要 我覺得我要先把就是那些先想好 提案先想好 就加了你們這個東西可以變化出多少多少種東西 整套都想好 對對對 然後去給他們做提案然後讓他們參考這樣 那其實到你這一代的競爭應該比你父親當時大對不對 因為現在的網路資訊的比價速度啊 非常的快 變化非常快 其實壓力也是有 對啊不像以前啊 有些人是做生意都是靠交情嘛 交情夠的話就一代傳一代 那現在幾乎都沒有交情 都是反正就是價錢要嘛就是CP值 對對 現在的話就是變成 當然還是有些老闆們就是他還是很注重要有品質的東西 好東西還是有這樣的老闆 他願意用這樣的價格好貴一點價格 對因為他知道我們就是東西 羊毛收在羊身上 對 可是到了二代接班就不這麼想 有些人 就把人換掉了 對有可能 嗯 那這樣子台灣大陸的業務都要跑嗎 嗯現在目前我還是重心在台灣 但未來有可能就是大陸也會藏過去這樣子 對那我相信大陸的發展更快 那麼這個替換廠商速度應該比台灣更可怕 對所以我其實也在想思考說 到未來到大陸我覺得應該也不是只有我們只是單做工廠這一塊 可能變成要怎麼想去跟人家用一個搶搶聯手的方式合作 可能比如說我們專心生產 讓我去找一個 嗯 我們一直開發很 一直配合很久的客戶 他可能在行銷面很強 因為他是有自己的店面嘛 有自己的集團做他們自己各種品牌 那看是不是可以有機會怎麼樣去合作 嗯就變成不是只有單單我們一個製造商的這樣角色 對啊而且就算是台灣好了 台灣的首爾影店也是這個變化非常快啊 有些品牌三五年就倒了 根本就沒聽見了 對 嗯 所以呃 所以那個變化太快了 我們每次都要 要有那個 危機意識 對 而且大陸其實是更快 大陸其實我那邊聽到是 呃你那時候可能有一陣子啊 那那半年都很瘋一個口味的珍珠 假設 對 結果他可能那個廠商都會背很多嘛 因為那樣出貨很急嘛 他馬上教會就是那樣馬上出貨 欸結果突然可能就說 欸突然不知道為什麼就沒有人在吃的東西 就跟那個疫情那個快篩一樣嘛 快篩一開始口罩買不到啊 到最後就囤了一大堆 疫情過了之後 可能只能製造商自己吃下來 就很像那個以前那個不是有個蛋塔嗎 嗯 台灣不是 普世嗎 普世蛋塔 普世蛋塔那幾年不是 對啊 也是一開始很瘋 有瘋狂的倒 對 所以當大家在很瘋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就要有危機意識 因為會有一個擔憂是說 現在大家在瘋的最高點 那一定會有下坡的時候嘛 那那個時候 我們台積電一千塊嘛 這個比喻也蠻貼切啦 可是以他手搖引他們替換他們的啊 可是你們供應商歸你們供應商啊 反正誰倒了之後新的品牌又起來 又可以跟你們重新結洽 那有時候呢 因為品牌商啊 他們在找新的東西的時候 也是希望我們製造商供應商是可以給他們idea 對有時候是變成如果我們這個東西 他們就欸對耶好像可以來試試看 有時候是我們要先自己先想到 可能要走他們前一步這樣 而不是等他們問欸你有沒有這樣的東西 因為等他如果這樣問代表他可能 其實也很多人在問了 我懂 所以你生產出一個新的口味的包心粉圓 你可能要把相關的飲品都已經調配好了 配方都設計好了 整包交給他這樣子 至少大概我要知道說這個搭什麼是好吃好喝的 欸對啊有時候餡跟那個飲品內容是不搭的 因為像紅豆珍珠 我們最經典的紅豆包心粉圓是賣最好的 最暢銷的 可是如果他搭配一個有帶酸口味的水果口味的水果茶 就很怪不適合 對 欸所以你們就是那個市面上很有名 那個包心粉圓那麼大顆的嗎 欸對大概就是 是因為包餡之後就更大嗎 因為我們會選粒 我們會第一關我們會先選紅豆的 蜜紅豆的那個大小 那太大太小我們都會塞掉 然後呢再來就是這樣才再去做第二個製程是包起來嘛 那因為你要就是包一定的厚度 才會就是包得住 然後煮的時候才不會破 因為你包太薄它就會破 那就不好吃 然後要包到一定的厚度 這樣吃起來口感才會Q 就是要包得住要厚 所以就會變很大顆 對然後直徑大概就是煮完之後大概13到13.5米左右大 所以你現在就是做一些商品開發跟設計然後跑業務這個就是你主要的傳承 主要是我在對應對這部分 你遇到問題的時候會回去找你父親商量嗎 會啊很常啊 我跟他最常在在聊的都是工作的事情 就表示你們現在關係還是很緊密 並不是因為接班就會有一些世代落差 然後就不理上一代 那上一代看不下你的 有時候會生氣我們兩個會生氣 對會生氣然後就先不講話 然後氣消了 彼此都要冷靜 對彼此冷靜我們先冷靜一下 然後冷靜完我們再開始再聊再繼續把這話題聊完這樣子 對對對 那你們沒有從這邊又開發很多我們那種剉冰的料嗎 像我們講這個彩色粉圓是不是有些人做彩色粉粿啊 那你們有去做這些周邊嗎 還是就專心在做粉圓 目前還是專心以對包新粉圓為主 然後製作不同口味的粉圓這樣 對啊我們看到很多這個網美的店啊都是色彩繽紛 反正它什麼料都一定要顏色很鮮豔就好看 然後照相好看 對 但是你們還是專注本業就對 我在想未來可能也是會去思考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 因為我覺得好像只做一樣的東西 好像就有點太單調 產品太單調 不然就是往下走門市 對 所以也有在思考這一段 還是要有一個屍體店面 還在摸索 等於你在剛接班兩年嘛 還在考 但是其實已經都有想法出來了 然後也開始在設計那個下一階段 對 那年輕接班其實加入商會也是一個好的刺激 對不對 你過去也有參加過一些商會 對對對 沒錯 那怎麼看到大家怎麼年輕創業 然後看到這些的 就是我也會碰到有很多也是二代的 然後就發現 其實好像二代在講這個接班部分還蠻有共鳴的 然後都遇到一樣的事情 都有一樣的苦是不是 都有一樣的 跟一代要面對的地方都還蠻像這樣子 對 那你自己會想要新創一個什麼事業嗎 就是你自己有興趣的 像你女孩子啊 會不會想要做一些美容事業啊什麼的 對 我自己其實對美的事情也蠻有感興趣 那也許我會想說 如果未來有一間店 然後可能也許是用一個複合式的概念 對 就是還是可以結合吃 然後還有就是女孩子喜歡的 不管是穿搭或用品這樣子的一個店吧 目前的想法是這樣 反正就先有構思再慢慢看 對有構思然後去執行這樣子 開店容易收店難 就是收店要頂讓他幹嘛要變賣 對開店容易然後後面 花錢就很容易啊 對啊對啊 所以這部分也是很大的挑戰 等於這兩年你這樣跑業務可以到處去觀察了 對啊然後到處交流 然後看看人家怎麼看 先看別人失敗的經驗 然後就會累積自己的成功 也是對 多聽人家 然後給我這樣子的回饋 然後很寶貴的回饋啦 然後可以學習到這樣子 可是你接班因為你在英國又念過書啊 那你是不是以後在 就是你們在國際市場上 你是會比較得心應手 比較更有機會的 因為賣到國外是不是 歐美市場是不是價錢更高 如果到歐美的話 但是價格就可以相對的拉高很多 如果跟台灣來比的話 其實台灣其實真的市場比較 真的比較相對比較小啦 然後價格真的是很難很難打 那如果到國外去的話 當然價格就是可以再提高 但相對國外對於我們食品的要求 也比較嚴謹嘛 管制更嚴格 管制嚴謹 對啊對沒錯 所以基本的一些檢驗相關報告 你們都有嗎 對沒錯 而且台灣現在其實對食品廠 也管得非常嚴格 因為好幾次的食安風暴嘛 對 就常常要去抽檢啦 或者是一些什麼 這是可以理解 對啊 的確大家都對食安很重視 這樣也是好事啦 那因為現在我也在想思考說 我們這個公司還可以怎麼樣轉型 所以我就是最近也在找 同業同行的 比如說其他的食品代工廠 然後來做我們的協力廠商 因為畢竟現在人力都比較難找 然後加上就是人工的費用這樣子 那所以我就會找其他廠商一起來做合作 嗯 所以你們現在還沒有辦法做到完全自動化嗎 完全自動化可還沒辦法 因為在生產那個粉圓這一塊的話 因為它還是需要有人的經驗技術在 所以還是人要在旁邊一直看著 對 因為我們不是做一般粉圓 如果是做一般粉圓 有些都是已經可以都是自動在 機器一直做就對很快 機器自己做 對 那包餡的話就有那個當下那個餡的狀況 要現場評估 對要顧要看 所以有很多人都是聽到說 都是粉圓為什麼你們粉圓那麼貴 可是因為其實他們不明白是說 其實包新粉圓雖然也叫粉圓珍珠 可是它的製程其實比一般粉圓還要更繁瑣繁複 那個隱性的成本是他們看不到的 對 那我都會跟客戶解釋說為什麼會這樣 對兩個不同的東西應要包在一起 對對對 你把兩樣東西結合在一塊 可是那中間的是技術跟人的經驗在裡面 而且這個中間這個餡料大家都可以想要替換 可是好不好吃賣不賣得掉好不好保存 對 這個都要評估 並不是什麼都想要玩 對要看市場的反應這樣子 那有沒有比較絕配的東西 什麼配什麼是最好的 像我們那個有一個客戶是做豆花的 那他現在的那個拓展規模也不錯 那他就是我們的紅豆包新粉圓配豆花 我覺得蠻絕配的 那紅豆搭配奶茶 豆奶啊 牛奶 還有鮮奶 其實有時候那個我朋友他們是 會買很多回去給小朋友吃 那就是直接熱好加鮮奶是最快的 然後小朋友就會吃很開心 這樣聽起來好像紅豆是很容易配東西的 紅豆還蠻百搭的 對啊 紅豆抹茶 紅豆牛奶啊 什麼紅豆都很好配 很百搭 而且你們有特別關注什麼老鷹紅豆嗎 就是農藥紅豆 然後你們特別挑選 有沒有挑選一些台灣在地這個小農的東西 有之前我們也有那個農會的案子在跟我們合作 對 那他就是我們是用那個屏東的那邊的紅豆這樣子 那前幾年就老鷹紅豆非常的被大家關注 對 連全年都是用老鷹紅豆去做那個銅鑼燒 就還是要支持自己在地的農產品 但是太小你們也不好應付嗎 因為太小它的量不夠穩定的話你們很難做 對 對所以其實台灣本身 很兩難對不對 嗯台灣的話變成就是 我們還是會可能有時候必要還是要找國外的豆子 因為其實台灣的量真的有還是比較不夠這樣子 對啊即使你們想支持 可是它的產量如果不穩定 或是品質不穩定 對 你們就很難長期支持 對所以還是必要的話還是要就是從國外批購這樣子 那你後來有測試一些什麼季節性的禮盒嗎 你那種東西能不能當作塗膝 然後直接去做家庭禮盒 我其實有想因為很多朋友也在問我 然後就說 Sherry你這個怎麼可以就是做禮盒這樣搭配 因為可是現在比較麻煩就是說 我們的目前都是還要用冷凍保存 對 對那我現在就是也在思考說 我現在也在找人就是研發 有沒有機會做成長溫的爆心粉圓這樣子 對 對因為其實長溫來講保存比較方便 那大家做送禮的話也比較方便 那光是運費也差很多 對而且如果你長溫能夠開發成功 你就可以搭配很多啊 不管是什麼牛奶啊蜂蜜啊 是不是咖啡包啊茶包都可以混在一起 在出國也沒問題啊 這樣主要是物理的距離的這部分 那國外客戶其實很喜歡 只是就是考量到哇這東西要冷凍 所以你還有很長的路 還有很長的路 光是從冷凍到長溫就是個門檻 對因為又是爆心粉圓 所以它跟現在一般粉圓的那個長溫珍珠很多了嘛 爆心粉圓的長溫珍珠還沒有 那可是長溫好像都是生的啊 對不對 就是長溫的話就是要打開可以吃啊 可能還是要加稍微用隔水稍微熱一下 然後但是一打開就可以吃 但是它的好處是它不需要放在冷藏或冷凍保存這樣子 這樣子我看到長溫那個超市在賣不是都生粉圓 還要自己去殺 啊有熟粉圓的 有那種已經是熟的打開就可以吃的那種 即時即時粉圓 對即時珍珠 所以你們現在都是即時啦 只是還是要冷凍保存 還是要冷凍保存 對因為也沒有加防腐劑 所以我們都是冷凍保存 其實我們有碰過客戶是反而跟我找冷凍的珍珠 因為它是在北歐然後他就是看好這個珍珠奶茶 他想去開店 他想開店 很多台灣人都講到歐美去開珍珠奶茶 對然後他就說他想要的是冷凍 因為他說冷凍可以放比較久 一年到一年半沒有問題 甚至兩年啊 對那但是他就說常溫有時候可能放就是頂多一年這樣子 所以他其實那時候一開始反而是想找冷凍珍珠 就想要放久一點 對可以放儲存久一點 而且那個還原的口感是一樣的 跟我們剛煮好一樣 其實現在市面上常溫珍珠都口感跟我們一般珍珠是不一樣的 不好吃 嗯 我知道那個珍珠有時候剛煮出來跟放了一段時間 真的口感差很多很Q跟很硬啊對不對 對對對 久了好像就會變硬嘛 對放久了 那所以他有一個黃金時間 平常的黃金時間 大概會建議三到四小時內把它吃完 欸那到底吃珍珠會不會胖啊 它裡面是澱粉嗎 是澱粉 所以還是要克制一下 所以很多人都說喝珍奶怎麼樣減肥 那就是說他們都是用總量管制啊 就是每天一杯變成一個禮拜一杯啊 對啊對啊 就是這樣就影響到你們的產量 你們的銷售啊如果大家都喝得慢的話 嗯但是其實還是有每天都會吃啦 都有每天喝的也有這樣 對那當然主要是看市場啦 因為現在其實是我們是看那個國外的市場 有這樣子一個大市場 大家來觀光什麼就會消費一杯啊兩杯這樣子 那我覺得你去開發瘦生粉圓還比較好做 之前還真的有人這樣講 燃燒粉圓吃下去就會燃死 有人跟我說可以做那個膠原蛋白粉圓 還是什麼益生菌粉圓這樣子 或是代餐當代餐吃這樣子 喔對有些人是用什麼纖維代餐 然後吃到肚子就膨脹然後就有飽足感 然後就熱量攝取就比較低這樣 對對對也是有人主打 喔所以你好忙欸你未來好多事情要做 蠻多事情的對 但是想得多好但是真的做還是要謹慎對不對 還是要謹慎 因為並且投下去都是錢嘛 都是錢都是對啊沒錯也是時間啊 所以想法可以天馬行空但是做的話一定要還是要謹慎 對所以有時候跟爸爸在討論的時候就是可能他可以 他比較務實嘛而且他有經驗他會把我抓回來一下這樣子 或是他會用他的想法然後問我一些話欸就是讓我去反覆去看欸這樣的可行性跟執行 執行的可行性大高不高大不大這樣子 對那可以跟爸爸討論是因為真的就是懂的人很比較沒那麼多吧 然後又覺得說好像可以跟他聊這一塊他過去的經驗可以告訴我很多 那把他的過去經驗傳承給我這樣當然不見得以所有的觀念套到現在都還是可以用 但是至少那是他過去他的經驗然後他那些東西經驗分享還是可以讓我自己去做內化 然後去給我一些提點這樣 因為有時候還是會有自己的盲點會看不到嘛 對就是老人家的經驗不一定會讓你馬上成功 可是會讓你減少失敗 因為他們一定看過很多的而且他們一定走過很多風波 對會幫我踩煞車一下這樣 好謝謝Sherry為我們介紹你的包心粉圓二代接班謝謝 謝謝 謝謝